請問一下 你宣傳期結束之後 想把菁姐的鎖在外面吃什麼 辣雞排 我想買一個 這40S的雞排我全包了 真的 請問一下營養師喔 這種蟒蛇型的回胖命格喔 它三餐不正常 那這樣的話會造成怎麼樣的 回胖命格 其實這個就是我覺得 對身體的影響可能會更大 就是所謂的 內臟脂肪型的肥胖 對 因為其實當我們內臟 一旦開始囤積脂肪 我們可能小腹啊 腹圍這邊 就會開始突出 這其實跟我們的一些 包括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其實都是有關係的 那甚至如果你日積月累 不去管它的話 都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其實為什麼你會發現 這些問題越來越年輕化 其實跟我們的內臟脂肪 是非常有關係的 對 而且至於說 我們那麼多的脹氣 最容易囤積脂肪的 就是屬於肝臟 肝臟的部分 而基本上呢 肝臟裡面囤積這大量的 這種三酸甘油脂 也就是脂肪的部分 其實它就會導致 而這種慢性發炎 它是屬於非酒精性 因為酒精也會導致肝臟發炎 但是這個跟喝酒 是沒有關係的 這是屬於叫做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 那當然就容易引起怎麼樣 甚至肝癌 就所謂的肝病三部群 而且其實這就是脂肪 內臟脂肪 或者是我們的體脂肪 大量的提升的時候 其實也會影響到我們的荷爾蒙 尤其是女性荷爾蒙的一個失衡 所以其實很多體重過重 或體脂肪過高的人 都容易有所謂的 甚至會導致 是 那再請問一下 這種三餐起伏不定 這種情緒型的 它在飲食上 要怎麼去控制 才能夠把它肥胖的因子降低 其實基本上我們飲食上面 會有一些食物 還是會希望大家能做一些參考 包括大家看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人 尤其是剛剛王老師講到 其實這一型是比較多藝人朋友 跟工作上面的壓力 甚至是現在很多人有一個 長時間過勞的一個情況 其實壓力過大 我們都可以利用這些食物 來做一些調整 第一個 不是牛奶巧克力 也不是什麼 含糖的這種巧克力 80以上 對 黑巧克力 因為黑巧克力裡面 有非常多的一些就是 色胺酸 色胺酸在我們體內 可以形成所謂的血清素 可以幫助我們心情比較愉悅 對 比較放鬆 因為市面上有很多 70幾 80幾 到底多少的%以上比較好 其實以國際上面規定 其實35%以上 就叫做黑巧克力 但是會建議 對 但是會建議還是最好 要吃65%以上 我上次有吃到一個90幾% 苦死了 我頭好痛 太苦了 至於牛奶呢 它裡面鈣跟鎂 礦物質鈣跟鎂都會比較多 所以也是可以幫助我們 穩定我們的情緒 對 像金晨熙 所以是不是壓力很大的時候 會選擇牛奶 對 我大概所有的食物 都一定要配牛奶 所有的食物 所以喝200杯嗎 沒那麼多 不過因為我很喜歡牛奶 所以不管是草莓牛奶 或是鮮奶巧克力 你是喝有調味的啊 所以只要是牛奶的我都喜歡 牛奶作為就是有這個成分都喜歡 但是還會建議大家 以低質的牛奶為主 對 至於像菠菜 因為它裡面有所謂的葉酸 葉酸其實也是參與我們 穩定神經非常重要 對 而且它熱量低 纖維高 也可以幫助我們刺激腸胃道的運動 然後第四個呢 綠豆芽 綠豆芽非常神奇喔 因為綠豆芽大家都知道 從哪裡來的綠豆 綠豆 綠豆本身的維他命C不高 但是綠豆芽很高 對 所以其實維他命C也可以幫助我們 修復我們體內因為高壓 所引起的一些自由基的一些細胞傷害 其實綠豆芽維他命C很高 可以幫助我們做一個調整 是 那請下王老師喔 對這種情緒型的減肥者來講 在他減肥的道路上 你來教教他 可以很輕鬆的放鬆心情的吃 又能夠減肥 好 我們就用裡面其中一個素材來做 好 這一道喔 剛才講的要紓壓 我們減肥最怕就是用壓抑情緒來減肥 這樣很容易失敗 所以我們今天做這一道除了酥壓以外 而且可以滿足你的口感 對 剛剛又可以滿足我們減肥的需求 需求 對 又加上我們這一道改良是 燕麥雪花糕 對 因為燕麥也是很營養的 很高鮮的 那基本上底材我是用牛奶 晨熙最喜歡的 那我建議大家用純 你用純牛奶的話做起來更香濃 那我們就用兩碗 我的比例是兩碗的鮮奶先把它煮熱 煮熱後你加一點點糖調味就好了 對 不能喝太多 不能滾對不對 對 不要滾 對 就是給它一點點糖 給它一點點調味就好了 其實你說的純牛奶是指全脂 就鮮奶 那王醫師 像有一些人不敢喝牛奶 可以改成豆漿嗎 也可以 對 甚至用一點黑糖去煮也可以 黑糖也會很香 對 黑糖的營養價值也高 那我們這邊就給它煮稍微 不要到滾的境界 那我們用一碗的 半碗的這個所謂地瓜粉 地瓜粉 半碗的地瓜粉 跟半碗的蓮藕粉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比例做起來 會比較Q彈 如果你純用蓮藕粉會太... 太麻糬 太... 你純用這個地瓜粉會太硬 很像蘿蔔糕 所以我的經驗是各一半 對 那這樣子 這邊稍微滾了之後 就可以把它融勻對不對 我們就把大概半碗的這個燕麥片 先加進來 加在牛奶裡面 而且公司管你 你就說我吃燕麥是很營養的耶 對不對 那你就趁熱喔 在還沒有滾之前趁熱 我們就把這個倒進去 兩個 對 加進去 那那個 慢慢憲哥幫我稍微攪一下 好 那就要邊攪喔 好 一邊攪一邊倒 對... 慢慢... 好香喔 真的 燕麥跟牛奶的香味就很香了 對 好 那整個融勻倒進去之後 對不對 你就把它稍微攪拌一下 這個時候火都用小的就好了 不要讓它冒泡是不是 對 不要讓它冒泡 對 那攪它越攪會越稠 那攪到一個 大概你差不多已經 像不到麻糬這麼軟的狀態下 對 我們就要倒出來了 我們就把它倒出來 倒到一個 我們看用鐵的容器或不鏽鋼 或者是磁的 倒進去後把它鋪平 再用電鍋蒸個15分鐘 對 那就這樣就可以吃了嗎 這樣就可以吃了 那我當然這樣味道 可能不斷濃 我們就會沾一點這個椰絲 好啊 好東南亞的口味耶 真的好Q喔 超Q的 換得是說你不喜歡吃椰絲的 怎麼辦 沾一點那種所謂的黃豆粉 也很香喔 或一點花生粉 芝麻也可以 芝麻粉也可以 對... 這樣就沾就很好吃 那沾花生粉可以嗎 花生粉 但是怕你如果要減肥來講 發熱量太高 那我可以沾黑糖對不對 也可以...就撒 沾的部分只是一個味道調味這樣 好 那我們請... 好耶 好 大家試試看囉 好的 請妙麗很喜歡椰絲對不對 我超愛吃椰絲 對 非常多 它的味道就是 因為它有點QQ的 加到外面的野絲啊 就是又有點 然後口感 對 而且不甜耶 不甜 吃起來又不膩 陳希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吃起來很健康 對 然後它的味道 就是那種細細的稠稠的 就感覺 感覺是沒有的 你剛剛很健康這一句 一定是講給公司聽的 而且你會發現 最多的小朋友吃 或大人吃進去 奶香也很濃 而且我們就是天然的奶香 我們沒有加任何的香精 或其他東西 沒錯 而且我剛剛 像我是不喜歡吃野絲 我就沾了一點點糖 很好吃 對 所以這個平常我們可以... 好Q彈喔 對 壓力大人其實平常 你做好放在冰箱冷藏 真的工作壓力很大 回去先吃一塊 再吃一塊 對 沒錯 這樣子就不會讓你的 減肥之路破功了 謝謝王老師 謝謝 謝謝 今天真的很重要喔 因為讓所有的觀眾朋友啊 你要先了解自己 到底是屬於什麼樣子類型的人 然後之後我們再來對症下藥 才可以讓我們的減肥之路 就可以非常的成功 那最後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陳鑫的新作品 謝謝 今天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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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待會兒有一句話說 欠小錢 撩大錢 我相信現在大家都非常的 勤儉持家 一千五年慢慢要欠 慢慢要欠 但是你知道嗎 因為你錯誤的觀念 能夠讓你花越多 很多人都要買職業 外面那些十塊的商品 有夠多 三腳補到一間店 結果看到燙燙 沒有買賣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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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些一些東西都是無路用的東西 要怎麼來檢視你是不是這種 欠小錢 撩大錢的個性呢 很簡單 看你的錢包子就知道 你如果一天一包子 那幾三遍 你可能就是這種人 比如說一早 走過便利商店 沒關係去買一個咖啡 買一個蛋糕 一百塊沒騎 當時走過 走過人在打賣店 買衣送衣 就急到賣 晚上下班的時候 有夠去買一些十字 買一些五四三五五的買賣 又花了五六百塊 你如果這樣一塊月 一塊月就花了很多 所以說我們普通時 我們不能只欠小錢去撩大錢 應該一千五年都慢慢欠起來 吃錢去投資 這樣你就會慢慢慢慢 變成有一個人